那首先我们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 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今天的父母主尊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师母丹真甲措 各位上师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络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兼挪威 代表廖东州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中华中密教总会法力顾问 卢文祥律师 中华民国驻瑞典兼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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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欢贵宾 高欢贵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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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第一次 半年 在台灣半年回來 是第一次在彩虹雷藏室做父母 我的感覺是 好像非常的鬆散 鬆呢 就覺得 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鬆 散呢 好像每個人都散散的 台灣話叫做 散散 散散 以前 我要下法座 都有人 用柳音 然後有人接 這次好像自己走 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自己走 到最後突然間冒出一個階段 從半路上冒出來 自己也覺得 這個手印在比 也覺得好像露絲了很多 這個 覺得自己別手印 奇怪 在台灣好像是都 非常緊 而且時間都不夠用 那在這裡 那在這裡 自己好像剛剛睡醒 在迷迷糊糊之中 在做法會 迷迷糊糊糊的 而且好像忘掉很多動作 應該做的都沒做 不應該做的都做了 應該做的都沒做 不應該做的都做了 總之好怪 一種氣氛 很奇怪的氣氛 那當然啊 這個以前我講過 每一次做法會 要以窑子金木 做為 好像是說我回台灣啊 或者是說回來 第一尊就是用窑子金木 這一次不同 用釋迦摩尼佛 說是釋迦摩尼佛過生日 今天是隆利幾號 四月初八號 四月八號 台灣都是用四月八號 好像在中國這方面 大部分都四月八號 明明是夜延日 釋迦摩尼佛的出生 是夜延日 是月亮圓滿的那一天 誰規定四月八號 是釋迦摩尼佛的生日 到底是誰規定的 這個規定的這個人 一定是摩 佛陀佛的生日 一定是夏日 夏天 的夜延日 夜亮圓滿的日子 怎麼會是四月八號 農曆是四月八號呢 那我請示一下釋迦摩尼佛 你到底是幾夜幾號 你的生日到 因為沒有人知道 從來沒有人知道 你會不會是日子 沒有人知道 我還是要求你 要求你 是日子 有天 是日子 是日子 有天 有天 佛陀佛 佛陀佛去做祂的节日 祂的生日 祂真正的生日 按照祂现在给我指示 是5月16号 农历5月16号 是农历的5月16号 是祂真正的生日 农历5月16号 是祂真正的生日 不是4月8号 是谁弄4月8号的 农历4月8号是吗 是哪一个人弄的 就很奇怪了 怎么中国这方面都是做4月8号 如果是在印尼或新加坡呢 用4月15 也是月圆日啦 是月圆日没有错 但不是4月 是5月 是5月 所以真的是 不太一样 也没办法 因为人定下来就是这样子 反正大家搞错就全部错了 那今天这个释迦摩尼佛 他曾经讲过 是在一年当中的中间 一年当中的中间是几月几号 如果以农历来讲 6月15 6月15 应该是6月吧 6月15 他是讲5月16 5月16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总之他现在给我指示是 5月16号才是真正他的生日 他的生日 因为在古代的天土 印度 对于日期 他不是很确定 就是很乱 所以他几个国家 好像什么 哪一个国家在 哪一年成立 哪一年灭亡 哪一年怎么样 都是不清不楚的 他们好像不注重这个 时间 这个时间的观念比较没有 甚至他们讲说 他佛了多少岁 但是他以半年 或者三个月是一年 或者半年 六个月是一年 所以你就很难去 好像六个月当一年 当然他们佛的都比我们很久 事实上你知道 这个热带的地方 寿命都比较短 寒带的地方寿命都比较长 那么在印度是热带的地方 他们寿命比较短 所以他们以半年做一年 或者这个国王规定 我们以三个月做一年 他当然是活了很久 活了很多年 对不对 一年等于四年 所以很多人 他们很多的修行人都很长寿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所以他们寿命本身都是很短 然后十四岁 十四岁就印度 在印度 十四岁就可以结婚了 热带的地方 因为比较早熟的关系 或怎么样 总之今天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日 就是觉得很松散 刚刚去顶礼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他也是只是轻轻地跟我点一个头 也没有说很 他好像很精神很 很振作 是我的生日 他也随意 这样 轻轻菜菜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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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魏赛杰 这里是维基百科 他本身的讲 魏赛杰 或者 威赦杰 是南传佛教传统 纪念佛教创始人 释迦牟尼佛的诞生 成道入灭的节日 东南亚跟东亚国家 斯里兰卡 尼佛尔 泰国 柬埔塞 缅甸 相关的节日 相关的节日是佛诞 佛 佛的诞辰 日期是公历 公历 五月的第一个月的月圆日 农历十五 五月 公历 公历是西历吗 对对对 西历五月的月圆日 就是十五 对 他只是是五月十六 月圆日 也是农历十五 他讲十六 十六月亮更远 事实上十六号 十六号的月亮更远 十五号是差那一点 十六号是月亮更远 十六号的月亮更远 好 啦 不管啦 这个不用再讨论了 这个是恭请师尊通知大家 下礼拜天5月19日下午3点PM 姚慈金母附魔法会 姚慈金母的手印是母系的手印 种子是白色的Hom字 姚慈金母的行奏是Om 姬姆 湿地 Hom 这是跟大家报告的 他跟我指示是5月16号 夏礼的5月圆日 是在月亮圆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中国的会做4月8号 有什么根据 不过他明明是月圆日出生的 4月8号没有月圆 那是月亮被咬一口 不是月圆 我们为什么不做月圆日呢 这是好奇怪的事情 我不管了 现在没办法 大家都是这样子 小师 释迦摩尼佛 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 他本身有很多的故事 也就是在过气室 我跟释迦摩尼佛的那个状况 像阿难尊者的这个岩洞 在凌田恼山跟舌害 佛在灵鳩山的岩洞是非常近的 那么在附近就有冰陀卢的岩洞 冰陀卢的岩洞 那冰陀卢呢 也就是白眉尊子 我们这里都有白眉尊子 我们生活中都有白眉尊子 因为注释的阿罗汉 成就阿罗汉 因为他显现了神通 就是说白眉尊子在沙婆世界的时候 故意表演神通 所以被释迦牟尼佛喝止 给他阻止 所以因为你显现了神通 导致于很多人追求神通 属于是意外的灾难 意外的灾难 你导致于学佛的人 没有真正学佛 转而学神通 或者是迷信神通 或者是向往神通 或者对神通非常地好奇 因为你这样子做的话 就华你永远住在沙婆世界 他就是冰陀卢 尊者 就是注释阿罗汉 其实所有的阿罗汉都已经到了最高的四圣界 不会到到沙婆的 唯一被释迦牟尼佛罚他注释阿罗汉的 就是宾陀陀卢 他是唯一被罚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很厌恶神通去负重的 厌恶神通负重 他说这是二十六个大灾难当中的一项 你如果用神通来负重的话 是属于二十六个大灾难当中的一样 你自然流露的不酸 自然流露 我便没有讲什么神通 但是他自然流露出来的 那个不算 如果不是自然流露的 而故意去宣说你自己有多大的神通 那个都是属于世间的二十六个大灾难当中 其中的一项 所以我们这里要提到这个叉叉 好久没有提他 他是故意讲神通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四次都有 还有我这一次去印尼南邦 南邦雷藏寺 南邦雷藏寺 还问我 师尊第一次来 就是要显现我们南邦雷藏寺的神通 请讲我们南邦雷藏寺 佛菩萨跟我讲什么 请问佛菩萨跟我讲什么 希望师尊 因为这个鬼伯一到南邦雷藏寺 他就讲这一尊跟他讲什么 那一尊跟他讲什么 就开始 我去到南邦雷藏寺 一句话都没有讲 印尼南邦雷藏寺是这样子 已经被迷惑在这个神通里面 佛陀教我们 只要是 你要讲的是佛理 佛陀的道理 跟他如何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那释迦牟尼佛特别提示 你今天一定要讲 叫我讲什么 他说不向外求 不是向外面去求 是向你里面去求 要向里面去求 要求什么呢 他说你要学习的方法 就是控制你的念头的方法 先把你的念头能够控制 学习专一 你精神是不是能够专一 他说佛陀佛只教我们 你精神一定要专一 也就是在阿弥陀经里面所讲到的 一心不断的东西 你能不能一心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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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 最后要把专一 一心乱也要放掉 这样子才能够就近 专一还不是就近 专一当然是三魔地 绝对是三魔地 专一成就的人 也许他会到诸天 很多的天界你可以去到 但是你要成就的时候 究竟佛陀教我们是什么 最究竟的叫做非至三魔地 非至三魔地 有至三魔地就是专一 非至三魔地是究竟 连专一都没有 才叫做究竟 也许大家不知道 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是我们做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重视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专一 精神能够统一 你能够控制你的念头 你能够控制你的念头的话 你就会 断掉世间所有的诱惑 断掉沙婆世界所有的诱惑的 是释迦摩尼佛 是释迦摩尼佛 他断尽了所有的诱惑 得到了专一的三魅地 后来他终于悟到 连专一也要丢掉 就是你完全以你本身的佛性 在认运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解脱 专一还不是解脱 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解脱是 佛性在认运 就是真正的解脱 那是最高的境界 只有这样子的境界 才是真正的 非至三魅地 非至三魅地 这是最高的境界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学的时候 要记得 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专一 然后到达 最后连专一也给他丢弃 就剩下的佛性 佛性的认印 才是真正的解脱 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跟大家讲的 谢谢 那么释迦摩尼佛的修行方法 他有三三印 这个三三印 那么他的咒语 Om 摩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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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我们今天讲一点道果 这个叫做日新修 外日新修跟内日新修 外日新修跟内日新修 外日新修是生久俏 以久日遮父 若神事有可道出 这个我讲过了 古道出 这在台湾都讲过了 这个台湾都讲过了 台湾讲的是这样子 由古道出 什么叫古道 你们在台湾听过没有 古道是什么道 我讲的是什么 古道 古道我在台湾讲的就是肛门 这就是古道 舵旁生 就是你不是人 旁生是什么 旁生就是螃蟹 虾子 这是水族 空中飞的鸟 如果有水道出 如果有水道出 我想水道是什么 小便的地方就是水道出 你看 你看他用水道跟个古道 他直接写嘛 小便的地方就好 大便的地方就好 他不写 他偏偏写水道 水道难道是水沟吗 一定到第一 到第一 要堕到第一里面 由祭出 度祭 度祭出的 在欲界天 欲界天是度祭出 人也是欲界天 人道也是欲界天 有嘴巴出生的 有嘴巴 灵魂从嘴巴出去 是恶鬼道 恶鬼 有鼻子出生的 当要猜 要猜 好 我重复再讲一遍 有两个眼睛出生的 他是讲人道 人道 是出生在人 胎生的人道 两个耳朵出生的 非人 就是鬼了 非人就是鬼了 还有一些妖精 妖怪 这是非人 不是人 非人 有两个耳朵 灵魂从耳朵出去的 就成为妖怪 非人 像那个 皮卡丘 现在很流行 皮卡丘 皮卡丘 你们怎么讲 皮卡丘 为什么我念成 皮卡丘 是他可爱的 那非人 就是那些鬼啊 妖精啊 都是从耳朵出去的 灵魂 从每一间出去的 生色借天 就更高一级 这每一间出去的 生色借天 有顶级出去的 生无色借天 还有更高 但是我在台湾讲 一切的字 用厚日器遮就可以了 我讲了一句话 就是台湾人本身所讲的 开天门 避地窍 塞人到 塞人到 足鬼路 是吗 开天门 避地腹 塞人到 足鬼路 就是只有开天窍 就是只有开天窍而已 叫大家只有开天窍 灵魂要走的时候 只有从顶窍出去 才是最高的 无色借天 跟四圣借 其他的就不是了 其他都不是的 所以全部要塞住 师尊在台湾讲的时候 是用指头 然后指头 发出你的力量 然后本尊在这里 本尊在化为厚日 以这个厚日 去塞 塞眼睛 塞鼻子 塞耳朵 塞嘴巴 把顶窍打开 然后 再塞度计 再塞下面两个道 但是这是隔空 并没有触到 并没有触到 都是隔空这样 去塞的 那是中阴牵势法 中阴牵势法 请问师尊 那个后字 不得关一个颜色 一种颜色 厚日 其实你观 蓝色最好 蓝色 蓝色 蓝色就有点 阻止的味道 把它阻止 蓝色的厚日 就可以 蓝色的厚日 就可以 另外 另外我讲一个 签示法 是这样子 我记得有一个事情 是这样子 讲给大家听 大家从来没有听过 达摩祖师呢 他的这个藏文叫做 当八双戒 大家听到达摩祖师有一个弟弟 你知道吗 连望上师知道不知道 没有听过 我现在就讲这个 他的弟弟跟达摩祖师 他们都是在印度 修行有成就的大成就者 达摩祖师是当八双戒 他叫做 他的弟弟就是当八双戒 我不知道他后面那个字 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认为 他的弟弟用塞字最好 塞就是台语的打鞭 当八双戒 我不管 总之他的名字 我们不要去理他弟弟的名字 他哥哥就是当八双戒 他弟弟就是当八双戒 两个人修行都很有成就 他们修了中阴前世 中阴前世是怎么样子 他的灵魂可以出去 可以进来 可以出去可以进来 可以夺食 可以夺食 有一次 有一次呢 这个哥哥跟弟弟 两个人到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很大 他去的整个村庄都没有人 街上都没有人 他们两个兄弟觉得非常奇怪 就去看了整个村里面 打开村庄的门 就是说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 对不对 anybody home 他就打开门 open the door 看了一下 哎呀 所有人都在病 都在生病 都在床上 身影 每一户都一样 都在床上身影 就觉得很奇怪 那么就问了当 里面他们 问你们为什么每一个村庄 每一个人都生病 都烙晒 都拉肚子 虚多 没有力 怎么回事 结果他们去考察一下 这两个兄弟就去考察 那村庄的井 那村庄的井 原来都有毒 那个井都有毒 那井为什么会有毒呢 他们就研究了 因为在上流的地方 在井的上流的地方 这水沿的地方 有一只大象 很大的象 死掉了 在井里 在那个水沿的地方 那么水沿的水都流到 这个村庄的井里面 大家吃了那个有毒的水 全部容烙晒 都虚脱了 因为大象死了 所以在这个 在那个水沿的地方 在那个水沿的地方 所以让井水污染 所有村里面的人 喝了井里的水 全部都得到了 利吉 那个叫做利吉吧 那这样 当巴双结跟当巴双塞 就觉得应该要救这个村庄的人 那怎么救呢 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夺舍法 那当巴双结就跟当巴双塞 他的弟弟讲 因为当巴双结 长得非常的潇洒 非常的晕尽潇洒 所有人都称赞当巴双结 当巴双塞长得非常的愁陋 整个脸坑坑 有坑有洞 鼻子也塌下来 两个眼睛也很凶 没有人喜欢他 当时当巴双结就跟他弟弟讲 你用夺舍法 你灵魂出窍 从顶窍出去 去到那个大象那里 夺掉 进入大象的身体里面 使大象佛起来 自动走到森林里面 然后你的灵魂 再回到自己的身体 大象又死掉了 然后你灵魂回到自己的身体 你又佛起来 当巴双结就跟他的弟弟讲 你用这个方法去救村人 你就有功德 当巴双塞 就觉得说 这哥哥的修炼比我还好 你的中阴牵势比我还强 我才刚刚会中阴牵势 不如哥哥来做 当巴双结当时就说好 他禅定 然后把自己的灵魂 从顶窍出去 然后进入大象的身体里面 让那只大象又活起来 能够四脚站立 又活了 然后主动地走到森林里面 然后躺了下来 躺在应该死的地方 然后他的灵魂再从项出来 再回到当巴双结的身体里面 这个就是夺舍法 中阴牵势夺舍法 在他们密教里面 是有这个法的 是有这个法力的 到巴双结就去做了 把项引到森林 这个时候 当巴双塞 起来一个不好的念头 我一生长得那么丑 没有人喜欢 大家都喜欢哥哥 他的身材好 相貌好 那个眼睛也不凶 非常很多人喜欢他 没有人喜欢我这个弟弟 他当时起来一个不好的念头 就当巴双塞 也打坐 他的灵魂就从顶峭出来 出来以后进入当巴双结里面 进入当巴双结里面 然后当巴双结他就活起来 他就是当巴双结 当巴双结就离开那个地方 赶快走得远远的 离开那里 让这个真正的当巴双结 找不到他 他弟弟就用他的身体 就走了 好了 等到真正的当巴双结 从像的 灵魂从像的身体出来 要回到自己的 躯壳里面 发觉自己躯壳不见 那弟弟他不知道 他的弟弟不知道跑哪里去 所以他只好进入 弟弟的身体里面 因为他弟弟就剩下一个壳在那里 这个灵魂进去里面 结果他的弟弟就活起来 活起来怎么样 这个所谓当巴双结 就变得很愁 真正的当巴双结 就是他弟弟的妻可 以后以这个妻可 就是当巴双结 来 你能不能了解这个故事吗 这个就是夺舍法 这个法叫夺舍法 第一个当巴双结 救了这村庄的人 因为从此水就干净了 他们喝了好的水 每一个人的病全部都好 第一个救了这个村庄的人 第二个当巴双结 就是现在我们供奉的 达摩祖师 其实达摩祖师本身是很丑的 为什么丑 他本来是很潇洒的 但是他的壳被他弟弟夺走 他只好用弟弟的壳 这样你们就听懂了 什么叫夺舍法 什么叫夺舍法 所以真正的转世仁波切 可以在同一世里面出生 你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回事 密教里面有这个 有夺舍法 中阴千世 夺舍法 我讲这个就是很特殊的 例如 有一天师尊要死了 好 有一天师尊说 我不想佛了 为什么 因为师尊这么矮 如师尊这么矮 害得他 每一次坐鞋子都要增加 增加十公分的 师尊这么矮 气死老夫 没办法 因为1945年出生 那时候粮食切少 能够佛下来 而且我是早产 七个月才生下来 1945年 七个月生下来 没东西吃 只有把米啊 码去 磨成粉 加上水 加上水 就这样子佛下来 米啊 拿去抹粉 这样子 小时候又没东西吃 又家里又没钱 所以个子就那么矮 我实在是不想佛了 对不对 这个 也没有 体格也不怎么样 身材又矮 不想佛的时候啊 就打坐一下 让自己的壳流下来 灵魂出窍 然后去找一个很潇洒的 男士 刚刚死掉 刚刚死掉的一个男士 他得到什么病啊 不管是得到什么病 突然之间死了 这个男的长得又英俊 又潇洒 英俊跟潇洒 我们台湾人哪一个 比较英俊潇洒 哪一个 我们知道你的就是林志玲嘛 对不对 林志玲长得很漂亮啊 女生啊 林志玲是很标准的美女啊 他又高又美 对不对 林志玲如果长得不美啊 我给你导着念 导着念也是林志玲啊 对不对 找一个比较相杂的 以前有一个男的演员 艺人长得不错的 叫做林志玲 长得不错嘛 他现在长得怎么样 他也不是很高 对了对了对了 现在韩国的韩国人 韩国人长得又英俊又潇洒又高的 是哪一位 韩国明星啊 你们女生应该最清楚谁最潇洒 啊 啊 糟糕了 晚上号就对了啦 号了 好啦 这都是偶像 青春偶像 我灵魂出窍的时候 去找到他 他没死 没死呢 我把他的灵魂赶走 你去 你去投胎 你去 送你 把你的灵魂 送去投胎 抓他的灵魂去投胎 我进到他的躯壳里面 我变成所有女生的偶像 诶 你夺舍法 你就有这个办法 把他的这个灵魂 给他抓了去投一个比较稠的 我就进到你壳里面 我就变成很潇洒 然后我还懂得佛法 懂得记忆 重新回到这个增佛宗里面 当法王 是有这个方法的 我不必死掉 我只是把这个壳丢掉而已 然后我去找另外一个人 重新 又回来 这是一个密教的一个 一个夺舍法 跟大家讲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夺舍法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命气 往上推 从你的顶峭出去 然后不回来了 你就死了 你这个壳就没有了 然后其实找到另外一个 进到他的身体里面 然后这个人 重新 他就变成卢僧院 他就是卢僧院 他可以记住卢僧院的一切的事情 可以记住所有的佛法 又可以重新在传法度众生 这个叫中阴千世夺舍法 今天是特别在道国里面 跟大家讲 有这样子的方法 经济学的老师讲到被 被保险人跟受益人的关系问题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问题 为了更加的给大家有印象 他举来一个例子 比如了我投了人生的保险 有一天不幸被车子创死 师母就可以获得赔赏金 他就是受益人 那我是什么人呢 有一个同学回答 死人 这是所谓的被保险人跟受益人的关系 有一个你的 对告诉一个男的讲 你闻我一下 我永远都是你的 这个男的看了他一眼 他个子矮矮的 胖胖的 矮矮 胖胖 两个眼睛 小小的 鼻子也是朝天 朝天鼻 头发跟稻草差不多 这个男的回答 谢谢你 提早告诉我 一个小男孩问爸爸 为什么所有的人结婚都要挑选好日子 这个爸爸就回答 因为结了婚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 有一个丈夫问她的曲子 我的长相不怎么样 可是你为什么常常说我酷毙了 太太讲 我说的酷毙了 用的是简称 前部的称呼是 长相太残酷了 应该拉出去像壁 这个叫酷毙了 有一个很有钱的老太婆 牵着一只狗在散步 碰到一个乞丐 这个老太婆非常傲慢地对乞丐讲 你只要对我的狗叫一声巴巴 我就给你五百块美金 哇 乞丐说 如果我叫十声呢 叫十声呢 这个富有的老太婆很开心打 十声是多少钱 五千块美金 哇 那个富有的老太婆很开心就讲 那我就给你五千块美金 五千块美金 哇 那个乞丐真的对着狗喊 喊了十声 八八三声 八八八六声 八八八八八 十声 哇 这个时候啊 看这个 看那个 那个观众很多 在旁边看的人很多 这个忽悠的老派博只好掏钱 掏了五千块美金给那个乞丐 乞丐接钱的时候连声地喊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喊了十声谢谢妈妈 谁占便宜 今天是母亲节 祝福天下的母亲 祝福天下的妈妈快乐 阿玛丽辉美好